迎接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慶祝活動也在海外熱鬧展開 隨著印度疫情緩和 停辦兩年的國慶酒會恢復舉辦 印度各界及台商超過400人參加 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這次是我們在疫情之後 第一次在新德里辦國慶酒會 很高興這次的人來的數目超過預期 也可以看得出來 印度各界對於台印度關係的發展 有很多的期待 中印度代表葛宏宣也在致辭時 呼籲全球理念相近的國家 與台灣共同捍衛台灣海峽的 和平與穩定 我希望在這美麗的場地 祝福到台灣人的民主日 台湾是台灣的很大的朋友 而且我們會一直都會庇佛在各種各種地步 各種各種地步 包括政治、文化、教育、環境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的最好的 保持著您的好 保持著您的好 保持著您的日子 享受您的日子 印度民間近年對台灣好感度大增 在社會上營造出濃厚體格氣氛 郭寶軒也期許 兩國未來能在貿易與投資 教育及科技的領域 更進一步合作